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講到健康 這個頭腦影響我們的一生 你會發現 小朋友成長發育的過程當中 腦袋跟智力 往往是最重要的核心 然後人老化之後 腦袋好 整個人生老化的品質就會比較好 在台灣事實上失智的人口 是逐步的增加 而且很多上班族 或者是用腦一族 或者中年一族 自己都會覺得自己腦袋刮變差了 比方說記憶力變差健忘 又或者很多反應變差 到底腦袋的健康 要怎麼樣來保養 待會這集健康好 生活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江守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腦神經內科的 醫生好朋友 鄭楚瑜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急診室的醫生好朋友 魏志偉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李玉嘉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師傅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駱駿翰師傅 大家好 先問一下江醫師 腦袋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 你會發現小朋友要聰明 腦袋要長得好 老人家要老得慢 腦袋也要好 腦袋好的通常老化退化的幅度速度 也都會相對比較慢 腦袋事實上是需要很多營養素 跟很多健康的管理的 沒錯 現今看起來 這個老年癡胎症是我們大家都要面對的一個很嚴重的課題 因為第一個人人壽命要越延長 美國的資料裡面80歲以上有接近三分之一有癡胎症的問題 所以它是變成一個非常普遍的疾病 不是少數人的問題你知道嗎 就像我有一個洗腎的病人 大概70歲而已 大概已經洗了七八年 本來都不錯 還可以打麻將 可是在短短的半年之內 他這個腦袋就退化得很嚴重 退化到不但記不清楚自己的孫子的名字 到最後甚至在家裡會大聲的嚷嚷 講那些沒有意義的話大聲叫 然後甚至還會打他的太太 那這樣子來講 其實就是非常難照顧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的親屬後來找我是因為要考慮說 那要不要讓他安寧 因為不要讓他洗腎 讓他自然走掉 因為他們覺得說他人是沒有意義的 你想想看尿儒症已經是算很可憐的 然後腦袋又壞掉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其實我那時候也覺得說好吧 如果說真的腦袋救不回來 搞不好停止透析 讓他就是說不要再痛苦下去 也是個辦法 不過在這個停止透析之前 我們才打了一個敖和劑 就死馬當活馬醫 其實我們抽血的數據是沒有看到異常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反正給他一個機會 那我們洗腎的時候可以打敖和劑 然後用洗腎機把它洗出來 什麼樣的敖和劑 金屬敖和劑 結果我跟你講 敖和那種重金屬貴金屬 對 那打那個敖和劑才打了兩個多禮拜 他就明顯的不會亂喊亂叫 打了一個月之後 他第二個月就已經又回到牌桌上 可以跟他的小孩子打麻將了 所以他有重金屬的傷害 對 因為從事後來證明 事實上我們今天要證明 重金屬傷害很困難 為什麼 就像鋁的傷害一樣 鋁的水中濃度 都不會太高 可是腦中的濃度跟水中濃度 是沒有關鍵性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跑進去的 所以你每次測血都覺得還好 可是腦袋裡面搞不好就一堆的鋁的問題 那敖和劑的優點就是把它敖和出來 對 他會把重金屬從組織裡面拉出來 你講完這個故事 正在看電視的老先生 老太太 都要去找醫生打敖和劑了 敖和劑是什麼條件可以打 不然他們每個健忘的 腦袋變差打麻將輸的 都懷疑打敖和劑會改變 沒錯 事實上我知道市面上 很多所謂的回村人所 固定的幫他的顧客打敖和劑 不過今天反過來講 敖和劑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打 很多人都在打 其實你去問問看 那個回村診所一堆人在打 打了老半天會不會有副作用 有 我現在就講 就是我也看到另外一個個案 是國內非常大企業的一個老闆娘 董娘 他就是來看是蛋白尿 後來我們發現他是打敖和劑打出來的 打敖和劑為什麼會有蛋白尿 有的敖和劑還是對於腎臟會有一些傷害的問題 所以他打一打沒有看到改善什麼 只看到傷害 那我現在聽懂了 你講的是市面上有一些什麼抗老化保養 抗老回村的這些養生診所 然後他就說他給你打了什麼神藥 那一般的觀眾朋友也不知道什麼神藥 什麼鬼東西 但是有些人可能假設有重金屬傷害 他打了敖和劑之後 他可能真的會覺得有差 但是有些人可能這個把它當保養 那打了沒差又把它當保養 就打出問題來 就打出你剛剛講的蛋白尿 是 那蛋白尿的具體症狀是 他的尿尿就會泡泡 而且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這個腎臟就會慢慢的壞掉 那有發現那個蛋白尿 還可以再渴膩或者讓它改善嗎 像我這個個案是因為發現的時候 才一架到兩架蛋白尿 還沒有到最嚴重的三架蛋白尿 所以我們叫他把敖和劑停掉之後 花了兩個月 他的沒有用藥的情況之下 他的蛋白尿就回到正常 他自己跟你講他打的那個是敖和劑 對 因為我們會追蹤他的醫療史 想了解他目前在吃什麼幹嘛幹嘛 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在吃一堆回春的東西 包括敖和劑 那我們看過他回春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一些維他命類的 那我們不認為那一塊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叫他把敖和劑停掉 後來文獻上也查到敖和劑 就是炸成蛋白尿的這些副作用 所以那個是很確認的敖和劑傷害 就是假設你有重金屬的傷害 你打敖和劑是一個醫療 但是假設你人家好好的沒問題 你打拌就最有注意 對不對 就是說照你的意思是 他傷的是腎臟 真的 問一下鄭醫師 可是全球統計資料 每三秒鐘就會增加一個失智的患者 那特別是台灣老人的年口增加之後 很多長照的患者 那如果還要照顧這個失智的狀況 都真的會特別難溝通照顧 對 像2019年這個 世界衛生組織五月剛更新的一個 失智症的全球行動計劃裡面 他的統計數字是很驚人的 他說這個一年我們大概會增加 差不多一千萬個新的失智症的比例 所以這個的照顧的負擔 大家可以想像 寧光姐才一年可能要花多少錢 其實她估計20到2030年的時候 一年要花兩兆美金 去照顧這些失智症的人口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龐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包括很多大部分的醫生 跟大腦相關的醫生 甚至一刻醫生 我們都會提倡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及早的做好準備跟預防 那這件事情並不是等到六七十歲才開始做 其實25歲到65歲是預防的黃金期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一些很正確的事情 譬如說這個來找我的這個退休的女老師 她是五十幾歲 那她的她雖然有家人 可是她很特別是她四十幾歲上偶之後 其實她女兒就是嫁到國外去了 所以她其實是獨自生活 那她會來是她女兒從海外幫她掛號 為什麼她女兒就是會隔幾天就跟她視訊 觀察一下想要了解媽媽好不好這樣 她就發現最近開始 她媽媽譬如說她兩三天跟她媽媽視訊一次 可是這兩三天發生的事情 她媽媽其實是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她就很害怕 也懷疑她媽媽是不是失智 那當然這個老師來 我們跟她溝通 包括做一些失智症的篩檢 心智的測驗 其實她分數並不低 就是說她其實是聰明的 那但是在跟她溝通的過程 就發現她速度變得很慢 那我通常會這樣 我會問病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問一下自己的長輩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前方在哪裡記不記得 帳號密碼記不記得 這個如果忘了 這個是我很大的問題 就是失智 對 因為老人家到最後什麼都忘光了 前方在哪裡通常不會忘記 金子藏在哪裡不會忘記 第二件事情就是 她都會出去串門子嘛 老人家也會 就是去公園 去鄰居 去菜市場 有沒有曾經有過 譬如說五次 有沒有一次 她是不知道怎麼回來的 或者是去繞的 這兩件事情如果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大概不用太擔心 但是這兩件事如果出問題就要小心 那後來我跟這個女老師聊 我覺得我初步排除她有失智的可能性 但是她的確有一些認知功能的 下降跟速度變慢的問題 反應變慢 我就跟她聊 發現她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她晚上會一直噩夢 睡不好 對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她先生四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是突然被公車撞 車禍走掉 她產生了一個很重大的 創傷壓力症候群 一直到現在十幾年都沒有恢復 她每天晚上都噩夢 她會夢到很多很多死亡 車禍情節或夢到她先生 所以其實她是日夜顛倒的 她變成白天睡覺 她晚上是不敢躺床睡覺的 所以這件事情慢慢的矯正 包括情緒的問題 還有一些認知功能的訓練 之後給她一些要去處理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我很開心的是 這個老師現在還在我的門診追蹤 大概已經一年多了 她最近幾個月發生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她自己飛去德國看女兒 大家都知道出國要去歐洲 這包括要轉機 其實這對一個 不要說老人家 對老人來講是滿大的挑戰 而且長程飛機對體力也是挑戰 對 可是她是去了回來了 而且是開開心心的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代表說其實她的認知功能 不要別人看 她自己都可以體會 她其實現在活得是比較健康跟快樂 而且我也是現代人 還有一些人工作壓力大 或者生活非常的忙碌 那就經常覺得頭昏腦炸 那個可能也是健康發生問題的征兆 現在的人生活實在是壓力太大 常常會有些失眠 焦慮等等的問題產生這樣 那我有一個很印象深刻的案例 為什麼我對她印象深刻 大家先聽聽她的症狀 她其實是40歲的一個高階主管 那其實工作平常就非常的忙碌 還有沉浸了很多公司成敗的決策 所以其實她平時壓力就非常大 那她來在就診的這一週 她其實開始就出現 晚上會失眠睡不著 甚至早上起床的時候 她會覺得全身沒有力氣 不太想上班 其實在幫她評估發現她來到急診的時候 血壓非常的高 然後在幫她簡單做一些神經學檢查 她其實走路 雖然說沒有到不穩 但是幫她測試的時候 發現她有一些垂直的演戰 那時候才覺得這個不太對 有一些神經學的異常 所以幫她做了頭部電腦斷層掃描 以及會整的腦神經內科醫師 發現她是一個腦幹中風的患者 對 所以後來就是幫她安排了住院 只是這個先生其實還是來得太晚 她的症狀其實已經大概拖了一週左右 她其實在住院後兩個小時內很快的 神經學症狀就是進展 到最後就是昏迷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細微的徵兆 躲在日常生活裡面 不要因為忙碌的工作去忘記這些徵兆 她其實也可能潛在嚴重的疾病 好 接下來我們柯師傅 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剛剛講腦袋的健康 從小孩到老人都要照顧 那這個其中一個很大腦袋的營養素 是好的油脂 對 那這個師傅今天要分享的是燒鮭魚 因為魚油帶來了這個好的 Omega 3的油脂也帶來DHA EPA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用鮭魚 還有跟韭菜來做這一道菜 好 所以這個老人小孩都能吃 對 而且鮭魚 我今天這是用杜肉 所以大家的接受度會更好 所以我這個鮭魚我本身就是用一點鹽 胡椒粉 然後米酒 然後上面這個粉就是低筋麵粉 好 稍微給它醃漬一下 然後你可以淋一點香油 也可以讓它味道更好 就是堅果油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鮭魚先放進來煎 然後呢 另外這一鍋 另外這一鍋我們先爆一些洋蔥 把洋蔥放進來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韭菜 滑蛋 鮭魚 聽起來就很補 韭菜 鮭魚 滑蛋 然後還搭配了菇跟洋蔥 對 沒有錯 洋蔥稍微爆香一下 然後把這些菇菌類放進來 你可以用很多種菇菌類都可以 最近葉菜比較貴 那所謂膳食纖維就吃菇 菇類的話是一年四季一個價 都不會漲價的 所以如果風災的話 我們就可以吃菇菌類 好 先稍微爆香一下 我們就是利用這些油脂 讓它爆香一下 同時我們可以把這個鮭魚 稍微翻一些麵 讓它稍微爆炒一下 那鮭魚不用煎很熟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還要去燜它 所以我們就是讓它兩個麵 稍微定型一下就可以 那我們如果買那種 輪切型的鮭魚的話 你就是把它整片鮭魚下去煎 就是因為我這次買那種 生魚等級那種 所以它可以這樣一塊一塊 那如果我們買那種 一般輪切型的 中間有一個洞的那個 整片煎也OK 你就整片下去煎 整片下去煎會比較好 好 這個香味都跑出來了以後 先把韭菜放進來 好 韭菜放進來 所以今天也放了一大碗的韭菜 讓它拌到 韭菜放進來 然後加一點水 我們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給它 在這個地方先調味 這地方我們先把鹽 鹽的部分先放進來先調味 然後胡椒粉 好 先調味 鹽跟胡椒在這裡就可以下 先調味 先調味讓它拌一下 拌一下以後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 再把這個雞蛋 雞蛋稍微拌均勻 然後我們淋上去 等一下跟著魚一起燜 等一下跟著魚一起燜 像現在鮭魚它沒有熟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取下來 對 跟著這個蔬菜 跟著這個蔬菜一起去燜它 所以讓它兩面 煎定型也煎香之後 對 就入鍋讓它 悶它 你如果想要顧腦的話 其實鼻腎是很重要 酒精跟這個刺激性的飲食 都已經被證實 其實跟腦部的退化 還有傷害是很有關係 蛋腦循環 如果因為中風 或是反反腹部的小中風 等級起來也會出現一些 失智的症狀 一起去燜它 然後我們蓋上鍋蓋 讓它燜 燜個兩分鐘 三分鐘 我覺得這個做法 待會兒衛醫師今天晚上回家 可能也可以複製出來 因為魏醫師現在是 朝健康型男大廚的方向邁進 那問一下李醫師 中醫怎麼看腦部的健康 對 中醫看腦部健康 跟腎炎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像我有一個患者 她是一個女性 她平常會有那個就是眩暈 大概已經有五年的病死了 然後平常會頭暈目眩的症狀 她去做了一些腦神經 內科的檢查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她來門診 就希望用那個針灸的方式治療 她的那個耳鳴的情況這樣子 那她自己是講說 她的睡眠時間其實很長 可是她就算睡了這麼久 她還是會覺得很累 然後可能平常走路的時候 也都會有一些腿無力的 這種症狀這樣子 然後大概在最近的時候 就開始會覺得說 記憶力也不好 甚至會影響到她的睡眠 那其實這個是中醫講的 就是水海不足的症狀 那中醫講這個水海 它是骨髓的水 但是它其實是大腦的部分 指的是大腦 那這個大腦 中醫是認為是說 是有腎精去提供這個營養的 所以我們中醫很強調說 你如果想要顧腦的話 其實補腎是很重要 所以我會建議是說 比如說像核桃 芝麻 韭菜 然後山藥 羊肉 它都是很好的 補腎 顧腦的一個食材 那當然不要熬夜 然後這也是 不要過度的消耗腎精 這也是中醫講的很好的 就是我們利用補腎的方式 去強健我們的腦部 好 那你看我們鍋蓋 現在邊邊開始冒煙了 就是剛剛那個水蒸氣 已經都出來了 就是我們魚肉最後肉中間 是讓它悶熟的 對 然後稍微拌一下 你看那個蛋有沒有 剛好也熟了 而且那個滑蛋 其實好像變成天然的勾芡 對 然後起鍋以前 我們再把這個香油 堅果油放進來 然後拌均勻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這個魚肉就很嫩 吃起來就覺得很有味道 不過坦白講 有點可惜就是說 如果要對腦袋有益的話 其實最好是買野生的鮭魚 因為養殖的鮭魚身上 油雖然很多 不過它那個油 是來自於飼料裡面的沙拉油 它不是真的DHA魚油 那我們也知道說 像DHA這種魚油本身 對於智力的影響 從小孩子 我們知道說媽媽都吃DHA 小朋友的智力會比較高 那是在懷孕階段 媽媽在哺乳階段 多吃魚油 影響到小孩子4歲時候的頭圍大小 那跨度最大的研究看過 媽媽多吃魚的 到12歲小朋友的智力測驗 都還跟對照組有差別 所以魚對於腦袋的發育 這個大概不會有點有意義 那對於老人家 也一樣的結果 就是說老人家 我們發現說老人家多吃魚油 它的智力也比較不容易衰退 那包含說它可以抑制 這種血液凝固 造成所謂的血管制 失智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給各位看看 幾個抑腦的食物 第一個像DHA 那DHA在台灣的食材裡面 像我們今天用的鮭魚 我們的青魚 出刀魚 頭頭 這個地區非常高 主要就是在魚跟海鮮 對 染靈籽也很常見 黃豆製品 蛋黃 都有很多染靈籽 那維他命E在研究裡面 也可以發現 它可以抑制大腦本身的傷害 那最後面的一些植化素 裡面出名的像咖啡 像瑞典跟芬蘭做了一個 1400多個50歲以上的長期追踪 追踪多久 追踪20年 他發現一天3到5杯咖啡 長期追踪結果可以讓四肢症 降低65% 所以咖啡看起來對腦袋 是有幫忙的 那更不要講說 江黃被發現可以抑制 所謂的阿塞海默症的斑塊形成 所以這一直化素 對腦袋也有一定的幫忙 就像我有一個80歲左右的老病人 他本來就是長期的輕度的高血壓 那再吃一點藥 那追踪半天有一次 就是家裡人就帶他來看 為什麼他就開始出現明顯的記憶減退的問題 第一個他找不到他原來在看著日本台在哪裡 這很嚴重 對我們在門診看到他就是說 沒有看到這個電腦斷層沒有看到血管塞住的問題 那查重金屬也沒查出什麼結果來 那後來就想說那不然就這樣子嘛 先給他吃吃看這些油液腦袋的東西 比如剛才講的魚油 叫他吃吃什麼像椰子油這些東西 在下兩次的門診來講 你可以發現說家屬的報告 他在家裡的表現 記憶力的表現就明顯的 至少在那一段時間有得到明顯的進步 所以證實說腦袋這件事情 雖然重度的腦部傷害 比如說嚴重的重度的阿薩摩症很難搞 可是你如果發現得早 及早的介入 用一些甚至不見得要是藥品 不見得有那麼多影響致力的 影響這個省治的一些藥物 簡單的像魚油這個東西就很便宜 然後你食物裡面也一大堆 對不對 那坦白說椰子油也不貴 一大堆的幾百塊錢 所以他事實上還是可以改善 你他的腦力 真的 而且鄭醫師很多人覺得 比方說注意力不好 或者記憶力不好的時候 都覺得是腦袋老化或者退化 事實上有可能是 飲食不對而發生的狀況 很多人會懷疑說 吃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個假議題 很多人說我們提倡吃 這個東西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吃當然不是假議題 不然觀眾朋友 你不吃不喝三天三夜 或者七天七夜看 看你會不會老 會不會死 很多人吃的想說 我隨便吃有這麼嚴重 科學家其實也針對這個東西 證實給我們看 最新的就是今年三月 Neurology 神經學的期刊 他研究一件事情 25歲的人他就先做統計 你吃得怎麼樣 你的飲食習慣怎麼樣 然後這個研究很厲害 追蹤30年 到他55歲 60歲的時候 我再去測這一群同一群人 他的心智功能怎麼樣 那這個總是很明確的吧 那發現說25歲開始吃得巧吃得好的人 就我們在節目都一直不斷的分享 這樣好的正確的方向的人 他到30年之後 55歲到60歲之後 他的認知心智功能就是比較好 認知心智功能觀眾朋友會想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的專注記憶思考理解力 你聰不聰明 你有沒有失智的現象 這個就是認知心智功能這樣 那我的這個病人 他是一個45歲的行銷廣告女強人 那他的很特別的就是說 他來找我是因為他擔心他失智 因為他在開會的時候 有一些專業的術語 他居然有的時候會像卡蛋一樣 某一個詞他會掉不出來 他會不知道怎麼講 那他就擔心 那我去跟他討論很多的事情 發現說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因為他全球坐飛機一直跑 所以他都是外食 再來他都睡飯店 那他特別特別喜歡吃辣 他到哪裡他就是先找辣的東西 然後可以簡單解決的東西 所以他也常常吃微波的東西在外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其實辣的東西 刺激性的東西 還有這個微波加工的東西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傷腦的 地雷食物的來源 再來他在外面因為在飯店 所以他通常都睡得不是很安穩 他就睡前喝一小瓶 飯店都會有那種小的威士忌 OK 喝酒 那酒精其實小酌可以 但長期來說 它的神經性刺激性還是會造成 腦細胞容易退化 所以酒精跟這個刺激性的飲食 還有人工的加工品 像這個火腿香腸 辣肉鮮魚 這些東西都已經被證實 其實跟腦部的退化還有傷害 是很有關係的 那我們取而代之要吃什麼 像我就建議他你外食 像我們其實很多人外食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自己煮怎麼辦 去自助餐其實最好 為什麼 自助餐你可以選食物原型 所謂的食物原型就是我們看到 肉就是肉一塊不是肉丸子 魚就是魚一塊不是魚漿製品 然後深綠色的蔬菜多吃 像剛剛鮭魚裡面的魚有很好 多吃選擇海鮮類 那我們剛剛說那個統計 25歲吃得好的人未來變聰明那些人 他們怎麼吃 他們就是地中含飲食 多吃深綠色蔬菜 多吃食物的原型 不吃精緻的加工品 像甜點通常都有點精緻 所以要小心精緻的碳水和化合物少吃 高脂肪的乳製品少吃 那這樣子長期下來 其實對大腦是會有幫忙的 其實如果以江醫師剛剛講的 對大腦有幫忙的營養素 你就算去便利商店挑 魚的DHA可能挑不到 但是你吃個茶葉蛋 簡單的蛋 你會有蛋黃卵凝脂 然後比方假設你吃堅果 你會有維生素E 然後你買個沙拉 你會有一些蔬菜 或者假設你真的很逼不得已 沒有地方選擇以台灣的便利商店來講 你沙拉加一點點堅果 配一點點茶葉蛋 配一個咖啡 好 配個咖啡 存了 勉強算是夠營養素 唯一就是沒有吃到魚而已 當我們的社交退縮到一定的狀態 甚至是中度憂鬱的時間過長 都會造成所謂神經性的質變 就是我們大腦疼痕 會真的產生大腦的退化 甚至是萎縮的現象 問一下魏醫師 事實上你們臨床發現 很多中風的患者 中風過後 其實他們合併各式各樣的病症更多 其中如果中風又失智 就會更難照顧 對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 飲食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你把你的心血管的狀況顧好 其實間接的也是保護 你腦汁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這邊提供一個案例 是在我前陣子遇到 她是一個70歲的老婆婆 她平常 其實她在60歲開始 反反覆覆中風非常多次 她家裡面唯一的經濟來源 就是她兒子他們那一家 但是她就是獨子 所以其實平常很難 好好的照顧老人家 所以其實她是在安陽中心這樣子 那後來來到急診的前一週 奶奶開始出現一些 比較怪異的行為 例如說她平常有高血壓的疾病 那她明明就吃過藥了 會反覆的去跟她的照顧員討要來吃 那討不成她還會生氣 那一開始只是發脾氣 到後來越來越變本加厲 她開始會摔桌子摔椅子 那到來急診的前一刻 是她拿了剪刀去威脅那個照顧員 怎麼不給她吃 她平常吃慢性病的藥 那所以她的照顧員其實 就覺得她的行為異常 就連絡她兒子 把她帶到急診來檢查 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讓她產生這樣子的問題 那後來來之後 我們幫她做評估 頭部也做了掃描 其實唯一有看到 只有她反覆性腦中風的 一些成就性的一些病噪這樣 那其他的血液檢疫 也都是正常的 那後來才請了 神經內科醫師來評估 她是出現了失智症的那個情形 那所以其實這邊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一般來說 我們健康的大腦是非常的飽滿的 裡面也富含了水分 那其實我們的退化 我們的失智其實有幾個 比較大的原因 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退化性的失智 也就是隨著我們的年紀 那腦部慢慢的萎縮 功能慢慢的退化 這是最常見的一型 那剛剛提到這個老奶奶 她反反覆覆的中風 其實就是另外一型的血管性的失智 那這一類的病人也就是 我們大腦循環 如果因為中風 或是反反覆覆的小中風 造成了腦部某些區塊的功能上市 其實累積起來 也會出現一些失智的症狀 所以說實在的 你平常除了飲食 要顧好健康的飲食以外 你的慢性病的控制 你的血管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血管基本上 它還是提供全身的新陳代謝 提供養分而且幫忙代謝廢物 所以血管不好 最後其實是全身都會不好 沒錯 不只是心臟會不好 那李醫師也要分享 中醫的角度怎麼看失智 像我會很建議就是說 大家還是要注意自己的 氣血循環的部分 像我有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40幾歲的一個男生 他平常就是說 他可能就會情緒上 會容易有一些波動 可能在工作上 他就會稍微一點點事情 就會跟同事有點起衝突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 在要做簡報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忘記他講的重點 所以他因為這樣長期下來 可能跟公司的同事也處得不好 然後在工作表現上有一些問題 後來他就被解雇了這樣子 但是家人是提醒他說 因為他們家有長輩 有失智症的家族室 所以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們長輩以前 也會有一些情緒 剛開始情緒上 或者是在那個 記憶力方面會有一些 比較弱的部分 所以他就建議他來看那個中醫 那我跟他問診之後 發現他是有三高的情況 那他本身體重也過重 然後也不喜歡運動 那其實這以中醫來講 他會有一個 氣血循環障礙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說 氣血循環不好的話 會先從你本身 脹氣比較弱的地方 表現出來症狀這樣子 所以當然第一個就建議他說 你要控制你的三高 讓你的血液循環改善 不要有阻塞血管的部分 當然情緒放鬆 多出去運動 這個都是加速你血液循環 然後提供你大腦營養很好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若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燒青魚 對 我們用青魚的肉 好 所以這個是新鮮的青魚 那去了魚頭 去了魚骨 待會師傅要料理 是 那這個青魚基本上就是剛剛 江醫師分享了 魚油很豐富 像這個季節秋刀魚也是盛產 沒錯 魚油也豐富 是的 也是觀眾朋友可以交換的選擇 我們要來做茄汁燒青魚 所以師傅先爆香了蒜片 蒜片 蒜片先讓它整個味道出來之後 我們加上我們的洋蔥丁 我們的食材都把它切丁沒關係 那也比較好烹調 而且待會兒就搭配魚吃 是的 所以今天的番茄有新鮮的番茄切丁 對 然後也準備著亮的番茄醬 是的 我們要讓它這個味道更濃郁 所以我們準備一些番茄醬 因為新鮮的番茄它本身在炒的時候 其實它的茄汁的香味會減輕 可是它會有自然的原味 那你選擇如果要吃比較健康 你可以全部都用番茄OK 可是它的顏色就不會很漂亮 那你加上一點點番茄 它可以增加它的顏色的紅顏 然後這個時候炒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番茄醬 把它放進來 讓它加下去 它整個味道稍微燒吃一下 然後我們的水分就放少許就可以了 讓它整個燒製 先燒製一下它的那個整個的味道出來 好 我們這個清魚就很方便的 把它稍微整片的 然後灑上一點點的麵粉 好 然後我們鍋子一樣把它加熱 然後加上一點油下去煎 就是清魚因為魚油多 然後這個直接片開可能 擔心煎的過程油爆的話 其實灼亮的灑一點點麵粉 一方面待會魚肉肉汁可以裹住 一方面油爆的狀況也會降低 對 所以煎霧要讓它乾 對 它會比較有一點點酥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一樣肉先炒下 讓它慢慢地先把它煎香 所以師傅你今天買的這個是新鮮的 新鮮的 新鮮的 對 這個是三隻 這差不多兩隻而已 兩隻 然後它去骨去頭 對 新鮮的鮮魚跟這個 我們有的時候在超級市場買到 薄鹽鮮魚 價差差多大 其實老實講 價差會差差不多大一倍 對 請問這個一斤多少錢 或者兩隻多少錢 兩隻一百塊 兩隻一百塊是新鮮的 對 新鮮的 那如果是醃漬的 醃漬差不多要一百七 一百五之間 怎麼會 醃漬的怎麼比較貴 醃漬的不是應該比較便宜嗎 沒有 比較貴 比較貴 真的喔 真的 所以它比較貴 所以我如果去傳統市場買新鮮的 還比較平價 是的 當季的青魚的話 一隻大概就是不到一百塊 真的喔 對 那你醃漬的青魚 如果像這麼大的規格的話 一隻要超過一百塊 是的 那如果以台灣本地這個季節當令的話 這個就很推薦大家吃 對 所以有時候三圍一百 而且青魚因為是中小型魚 剛剛江醫師前面講了個案例是說 這個重金屬的傷害 這種中小型的比較低重金屬的傷害 沒錯 青魚我檢查15年 沒有看過裡面有重金屬過 好 你好 我覺得我比較反對去買薄鹽的 我們知道魚本身可以抑制 所有消化到癌症對不對 對 可是魚用鹽醃過之後 它會增加口腔癌食道癌跟胃癌 OK 好 所以新鮮的更好 對 所以趁大家這個季節多吃 是的 因為這個季節這個也好吃 然後秋刀魚也好吃 是的 然後因為它煎下去之後 它就外皮會裹一點點煎香的 那種魚油的那種香氣 然後這時候我們這個醬汁 我剛才就是水分有一點乾了 我再加一點水分下去 然後這時候醬油下去 好 我們加上一點醬油 然後糖 一小匙醬油兩大匙 然後之後米酒兩大匙 好 醬油 然後米酒 然後著量少量的糖 對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小黃瓜也一併搭配 小黃瓜 把它放下去 然後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好 這個是茄汁的基底了 所以青魚把它煎得恰恰焦香之後 就要用這個醬汁稍微燒一下 讓它入味 對 我們在煎這個青魚的時候 其實它熟成非常快 對 我們直接下去之後 把這個魚片就把它擺上去 我覺得因為你煎的是新鮮的 是的 它也比較沒魚腥味 對 有的時候薄鹽醃製的青魚 有的時候煎起來的時候 魚腥味是很重的 是的 好 你就讓魚肉那一面 讓它淨潤那個醬汁 對 然後之後我們加上 一點點的起司 一點點起司 等一下在沸騰的時候 它會整個會有一點點 坦息的樣子 然後這就是選擇好一點的 不要牽那個我們已經 再製品的東西 這完全是自然成型的 然後就是最後來 灑上一點點的我們的蒜苗 然後起鍋之前 我們就灑上一點點的 芝麻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老人小孩 吃都會很好 是的 我們就來上菜試吃喔 我每次來錄製這個節目 我覺得不只是可以分享健康 其實還可以品嘗到健康的美食 所以我相信觀眾朋友 其實在收看我們節目 也可以獲得到健康 而且學到怎麼做健康料理 不然各位說 其實我吃的這個料理 裡面有三個食材 是我最不敢碰觸的 第一個就是魚 再來就是番茄和洋蔥 真的喔 對 所以我今天回去 一定好好翻出 趕到洛斯福的做法 我相信各位觀眾也能夠 一起複製這一道 就是可以顧腦的一個好料理這樣 那這邊 魏醫師又要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特別的案例了 大家生活都有很多的壞習慣 那這些壞習慣其實在 偷偷的也在傷害大家的大腦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有列出五個 很常見的大家的壞習慣 你中了幾個 第一個是大家常常 一心多用多工 就是你明明就在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腦袋瓜 反覆的想著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 再來是 你是不是水分喝得不夠 你有沒有一些長期失眠 或睡不好的症狀 甚至你在下班之後 會常常暴飲暴食 吃得過多等等 甚至你的工作壓力到 你會有過度憂鬱 我來分享一個 我在臨床上看到的案例 這個先生他大概是15歲左右而已 他其實也是在公司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來到急診的這一天 他剛好在公司裡面做了一個簡報 跟下面的職員其實有做一點點 簡報上面的一些工房 甚至在過程中其實情緒激動 他會被送來急診是因為 大家員工都覺得他反應怪怪的 怎麼怪怪的就是 他好像已經忘記今天要來幹嘛 大家就在想 是不是因為剛剛的簡報的過程中 讓他有一點神智上或心靈上 有受到一些創傷這樣 所以就請他太太把他帶來急診室 他太太發現他最怪的地方是 他在過去的記憶其實都記得 但是唯獨這一兩天 甚至他今天進公司做了什麼事情 他完全都忘記了 那後來我們幫他做了頭部的掃脈 和血液的檢查全部都正常 也是又找了最辛苦的神經內科醫師 他其實就得了一個所謂的 暫時性的全面性的腦失意 其實他就是出現了一個 失意症的那個清晰 讓他在最近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忘記了 那當然這個基轉還不是那麼 那這個可以改變或者治療 治療之後可逆嗎 就是可以改善回來嗎 其實後來去發現這一類的病人 都跟他的血液循環的狀態好不好 比如說他最近睡眠不足 壓力大水分補充的過少 然後造成他那個其實局部的循環 是不是出現了障礙 因為在這一類的疾病發生的年紀 並不是到那麼的高齡 而且甚至這些人身上 都還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慢性病 後來這個先生住院之後 治療了一個禮拜才出院 才慢慢回復他這些記憶 問一下這個江醫師 有一些人說阿滋海默症 是腦袋的糖尿病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懷疑阿滋海默症 是腦袋的糖尿病 有幾個原因 理由來支持 這個論點 我們發現糖尿病的病人 他得到適時症的風險 是正常人的1.5到2.5倍 才是高風險權 第二個問題很好笑的是說 你給老鼠吃糖尿病的藥 這個老鼠沒有糖尿病 你只是給他吃糖尿病的藥 可以改善老鼠的激勵 跟解決迷宮這個問題的能力 第三個 甚至於發現在阿滋海默症的病人 在研究裡面一部分的病人 你給他糖尿病的藥 也可以改善他的記憶力 那這個激轉很複雜 包括懷疑說 包括我們胰島數月高 在大腦裡面就會呈現 類澱粉沉澱 那你很多藥物 像糖尿病的藥物 可以抑制類澱粉沉澱 所以為什麼說你糖尿病 跟阿滋海默症 是在大腦裡面是等價的 原因就是因為你糖尿病的激轉 很容易在大腦裡面製造出 所謂的類澱粉沉澱 可是正常的邏輯推演 如果是糖尿病 它是長期的血管跟血糖 基本上會有本質的傷害 所以腦袋一樣 是需要血糖跟血管的 所以他可能也對腦袋發生傷害 沒錯 所以為什麼糖尿病患 很多時候他是慢性病 他慢性到後面的時候 他就可能有各種 其他的器官的併發症 其實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五十幾歲的病人 然後在門診只是追蹤糖尿病 五十幾歲其實對於 私事證來講算相對年輕 可是他就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內 他的整個的情況 退化得很厲害 從剛開始找不到路回家開始 然後開始找不到他收的東西 包括錢 包括他的太太的相片等等的問題 那最後我們就把他轉到神經內科 神經內科也轉戰是給私事證 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難想像 私事證對家裡的造成多大壓力 他是有兩個小孩子 那因為也亂 你知道嗎 然後在家裡也怕他把家裡燒掉 就搞得說他兩個小孩子裡面 有一個要辭職回家照顧他 而且萬利症的照顧是 一照顧就一二十年的話 那個小孩最黃金的歲月精華 也都犧牲掉 沒錯 就算他老爸走了之後 他跟職場脫節一二十年之後 又辦法回到職場嗎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真的 那鄭醫師也要提醒 私事證也不只是老人的專利 你們臨床上發現 也有年輕的狀況跟趨勢 我們講私事證 他比較像是電腦硬碟整個壞軌調 結構性的傷害 但是其實電腦硬碟在壞軌之前 會先怎樣 先當機 所以我要講的其實是年輕型的大腦當機 就是他還不到私事的程度 可是他的專注記憶跟思考理解力 已經明顯的下降產生 腦霧就是我說的大腦起濃霧的現象 那大家會說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的腦袋就一直是呈現在 專注記憶思考理解力退化的狀態 代表你一定有些事情沒有做好 那你到老了你失智症的風險 難道不會提高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像你電腦一直當機 然後過一陣子硬碟就壞掉 都是合理的 對 所以我們要從現在開始 就好好的做好 那我這個病人 他其實是一個20歲的男大生 相對可能比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還要年輕 那他當然是被他爸爸嫁來的 他絕對不會是主動來看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念志工系 可是大家知道現在大學生 要被二二一不是很簡單 你只要好好去考期中跟期末 你不太會被當掉 但是他是要被當掉的人 所以他爸爸就發現說 他期中期末考的成績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他甚至有一個學期 他是沒有去考期末考的 那他爸爸認為 他是這個健康的正常人 怎麼會發生這樣 所以他爸爸認為 他是不是有找發信的失智 帶來看我這樣 那我看他的時候 其實他的確很像是失智症的人 他是沒有表情的 他是沒有眼神交會的 他是變得好像很頓的樣子 就我們剛剛說的 大腦當機的狀態 但是我跟他真的 把他爸爸支開之後 去跟他談 他當然一開始 他是不願意跟我們對話的 花了蠻多的時間 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有幾個問題 他從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被霸凌 霸凌得非常嚴重 那再來就是說 他喜歡電競 他喜歡就是電腦的遊戲 這個東西 可是他爸爸非常的不支持他 所以他到最後 他是呈現一個狀態 他是把自己鎖在 他的小房間裡面 他可以一個月逐步出戶 就是我們說的減居 做減自負的那個減 減居的現象 那他完全不跟他的同學 還有家人互動 什麼話都不說 到最後 我們現在科學證據都知道說 當我們的社交 退縮到一定的狀態 甚至是重度憂鬱的時間過長 這個東西都會造成 所謂神經性的質變 就是我們大腦成婚 所以真的產生大腦的退化 甚至是萎縮的現象 所以情緒還有社交的狀態 現在也被認為 其實跟大腦的功能是十分相關 那年輕型的這個大腦的退化 其實有很多都是跟這個 長期依賴電腦跟減居很有關係 再來就是日夜的顛倒 所以當如果我們家裡的人 不管是身邊的人或小孩或長輩 有產生這個大腦功能退化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可以去檢視的 就是它的社交狀態 情緒狀態 跟日夜節律 睡眠的狀態 是不是真的都很穩當 那李醫師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的安神健腦茶 對 我推薦就是有核桃 石昌浦原汁 那你可以用各三千 然後用600CC的水煮沸 再滾10分鐘之後就可以飲用 那我們知道核桃 它以中藝來講 它是有補腎固精的作用 那如果說以它成分性 它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軟鈴子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腦神經修復的 然後再來就是像石昌浦原汁 它是以中醫來講 它是具有開竅 然後抑制的作用 像這種這一款茶的話 就比較適合在 如果你平常體質比較虛弱 然後容易覺得 頭重重的肌力不佳的人 你就可以飲用這一款茶 那其實它也沒有什麼 對身體很大的不好的影響 所以平常一般體質都可以適合飲用 好 謝謝李醫師的分享 那節目最後江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其實從今天分析的所有的案子 你可以發現 脂腎本身它是可被介入的 可被影響的 你可以用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 加重它 譬如說你老是抽菸 你減居 你常是用鬱陣 你常睡不好 可是你可以用很多食物來改善它 譬如說你吃魚油 你吃堅果類 你吃薑黃等等的 所以我們不要那麼樣子的 就是無助感 我們應該用全部的力量 來照顧家人的腦袋 避免它產生食肢症 好 謝謝江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眾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麻糬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同時我們的影片 還會上傳我們的 YouTube官方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直接按訂閱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